追到她,如果你听到她听电话,你都不知道她的电话说什么,因为她的语速快我们一倍 你听到她打电话,因为她的文字全部转回来的声音,也是快我们一倍的 我们完全都听不到她做什么,她一样可以收快E-mail,很治愈 视障刚才我说,她们的表演才是很好的,她们的身体预言是很好的 很多这些优点我们是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要看得到我们的朋友 她是有不同的能力,我们应该在这里这样共用 而在这个新口号,我们以前的口号是帮残让朋友找一份有专业的工作 现在这个新口号是我们同事自己主动看出来的,本来它是舞台的中心 因为程鞋公司设计的使命,就是说,我们帮你找一份专业工作 因为我有责任要请你,给个人补养工你,她是主角,但她说我不要 现在我们大部分员工是很享受,每一人能够来到我们各种接触的朋友 是令他们感受到,他们作为people of difference 不同能力的人,过过过过过生命观,她自己的那种来观精神 如何影响人家?他们是因为这份喜悦,所以留在我们公司继续工作 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需要残障的朋友接受这些新的挑战 因为香港的社会福利是很好的,她坐在那里不做事,都七百千元都不用愁 她坐在那里跟你做得那么辛苦,她就拿一万元,就是赚多了两千元 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她是你那份人,但那个吸引力在哪里呢? 她是觉得很开心,她是令到她觉得她是一个全人的一份子 她每天都是跟他们有接触,我说超前 Anyway,这个哈登对话令到我感觉到很多新的东西 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问题是需要用新的思维去解决的 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慈善方法去解决到我们很多问题 我不展开来说,两年前我将总经理的位置 请了一个同事就接入了,我就再开创了另一个新的社会 现在就在买一条专业会,JACO adress中有一个努力化的问题 我们香港是全世界少有最富裕的社会 但如果大家去使人养老院看一看,你会吃惊到… 简直你抹大厚的洞,现在我们老人家是这样的吗? 如果你再想多一层,到我老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条件呢? 我想新的答案是否不会的? 我们将来老人家的solution在哪呢? 我们的社会到现在都未有讨论,但其实我觉得是很急需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那这麽福建问题怎去adress呢? 我现在也是着手希望打造一个可以自负盈规的社区 和居家安务的一个社会企业,也是坚持拿政府的钱 希望可以自负盈规,因为自负盈规,我成功了, спрос问,阿允一 Después还要做,可以开始再开一家 我可能 normalmentezo option, nenhum项我做生意的背景 我会觉得解决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力量是商业的目ief 是赚钱是没有错的。问题是钱赚的时候分给谁 如果我們賺了錢,是用回對象的人,是沒問題的 如果是用慈善的認識,很多時候是堅持不了下去 所以我這條路仍在走著實踐著 這個創新精神如何融入政府裏面 現在我們在扶貧委會下,社會創新小組 我們在想的問題就是,香港為何搭建一個環境 不是我們不需要支持具體的每一個社區 而是香港為何搭建一個環境 令我們有很多創新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做法 都可以有實驗的機會可以慢慢成功 還有這樣的氣候、社會認知去支持他們 在這條路我都會繼續摸索下去 在這裏再跟大家分享,因為Alex都希望我講這件事 就是退了休,你用不需要這樣博?做少少便可以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每天都會問自己 有時做得很辛苦的時候,特別是這些社企 真是夠富裕這麼大,現在我做J級 有兩個同事,一個每個都是一萬元工的年輕人 我自己就當義工這樣做,又要拍門,又要賣東西,又要宣傳 所以有時候是會有單的,但總的來說,我會覺得 我自己來參考,做些事,你自己是開心,你就做 千萬不要為了名字死頂,死頂就很麻煩 我覺得很多朋友說,你作為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人好像健康了,我覺得現在的人的壽命 大家都知道,八十五、九十歲 在座大家,我覺得應該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你還有三十年齡,大家再說一次給自己聽 我還有三十年齡,這三十年你準備做甚麼? 我想這個awareness是很重要的 即是你說我都退休了,等幾年不休了,拜拜 不是的,It's not true 我相信大部份這裡的人都會有三十年齡 那你三十年齡,你會做甚麼呢? 這個是第一,現在第二個我做養老 我發覺,見得到很多那些百歲老人 全部都是有事做的,全部都是亡到死的人 即是在那裡探望那些人,很少超過一百歲的 真的不是說,我在事實那裡是這樣 我都過來,很可愛 所以應該做一個active aging 又不要做得那麼辛苦,又不要那麼錯 但是呢,是有寄託的 那我自己也是在法國,譬如說 好像我兩年前,中國人還有兩老 讓老是甚麼都不懂的 但是每一天,因為自己都有興趣 所以要看書學去請教人 即是好像學生時代那樣,日日都快高長大 每天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每天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這一個呢,是令到自己來聽的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應該停了,多謝大家 謝謝 我的責任就是要掌握一個時間 但其實我很想繼續聽下去,我想在座各位都是一樣 我自己最深的感受,就是當我們閉上眼睛,不用眼睛來看東西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變得用心來看很多事情